大家好 我是黄亦凡 看我今天穿得这么轻松就知道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很轻松又很有趣的话题 男生女生大不同 怎么说呢 因为我一天到晚接到很多的电子邮件 接到很多的讯息 很多人都在问我说 为什么我的男朋友这样 为什么我的女朋友这样 他到底爱不爱我 那其实你想想看 如果你一天到晚要去猜他的想法 他的动作 你又不是心理专家 那这样谈起恋爱多累啊 还有啊 谈恋爱的时候啊 最好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慢慢地沉溺在这种爱情的感觉里 不是很好吗 但是呢 既然那么多人问 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解答一下 男生女生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要讲到这个男生女生不同的时候呢 我们又要开始讲到 人类远古的心理学去了 人类远古的心理学呢 就是讲到三顶动人的时候 当时的男性呢 他们的工作呢就是要出外打猎 保护这个家园 然后播种 那个繁衍子孙 然后呢 女性他们的工作呢 就是得到那个男生的青睐 然后呢 繁殖 然后赶快接种 然后呢 赶快这个 开始辟家园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就是一群的女 这个女人呢 在一起 然后呢 男人出去打猎 然后女人在那边雇家园雇小孩 然后繁衍一整个族群 所以讲到这边啦 你就可以看到男主外女主内 但是当然啦 现在的社会并不是说男生女生一定要分成这样 但是只是说我们要讲到人类心理学的时候 一定要讲到这个原始的这个本能 那至于为什么男生女生不同呢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讲 男生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呢 他跟他的处理方式呢 绝对跟女生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男生呢 他们遇到感情的时候呢 他们的思考模式并不是像我们女生一样 当他们在交往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个想法并不是以结婚为前提 在交往的 而是我先认识这个人 我喜欢这个人 然后慢慢地进展到这个后面的可能发展的程序 但是女生呢 很奇怪啦 他就是会当我遇到一个男生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男生 然后结果我就跟他很亲密了 亲密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很快就要结婚 我们应该要下一步啦 所以这个就是男生女生呢 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所以有时候呢 明明感情谈得好好的 然后可是因为进入到的这个阶段以后呢 男生觉得我们现在感情好好的啊 我们就这样继续慢慢地发展不是很好吗 但是有些女生就会说 我们现在已经都这样了 为什么还不赶快这样 那为什么还不赶快这样 那最后两个有压力 然后造成了这个困扰 然后不理解 然后最后吵架 然后反而本来一段应该很好的因缘呢 就这样没有了 所以呢 在谈感情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先搞清楚男生女生为什么有不同的想法 那当然呢 我要再做个举例 男生呢 有时候很容易有忽冷忽热的过程 但是他忽冷忽热的过程呢 不是代表说他是针对你个人的 因为男生有时候他在冷的时候啊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事业 他的工作 他有什么事情 头脑在烦恼 或者是他因为忽然发现很喜欢你 然后他一时不知所措 所以有时候男生会回到他自己的这个洞窟里面 去思考到底我的现在的想法跟感觉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那可是这个时候因为他正在退 所以女生会害怕 想说他本来对我非常的热情啊 那怎么忽然间冷下来呢 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女生能够冷静一下 然后放轻松 然后让男生有一点点空间 等到他想清楚了 他又自己又出来了 那当他们热的时候就是代表那个时候 他们在展现他们的真我 所以如果男生在忽冷忽热的时候呢 女生呢一定不要在这个时候呢 就紧张起来 认为说怎么会本来好好的 怎么竟然会这样子 所以男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说如果今天男生处理感情的时候 不是像我们女生说应该要怎么样 那女生一定要想好 我们不应该要求别人应该怎么样 我们要给别人一点空间 给人家一点时间 然后呢彼此有时候有一点点空间 反而对彼此是好的 感谢观看